扇形勾完了 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开始了 一个扇形完以后 我们该开始勾两个扇形了 那两个扇形同样 第一个扇形的这个 第一行呢 还是在这个边上 最边上这个长针这儿 进行加针 完了以后呢 这个最后一个呢 第二个扇形呢 是在这个高度的这个 第一个长针这儿进行加针 那么中间呢 我们就用锁针进行连接 现在这儿呢 我已经勾完边上这个花了 这时候呢 我就在这个紧边上这个长针 这儿勾第一个扇形的 第一行 这就相当于加出三针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儿呢 给它连接一下 因为它是扇形嘛 这儿给它连接一下 用短针的方法给它连接 这时候我们再勾三个短针 三个锁针 中间呢 隔四个长针的时候 我们再连接一下 完了再三个锁针 再隔四个 再连接一下 再三个锁针 再四个 这样 我们就把这儿就连接过来了 等于这儿呢 你看 右边刚开始 这儿是第二个扇形的这个起始针 第一行这儿 完了这儿呢 是三个锁针跟短针 完了跟这儿是进行连接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儿 来到了中间的高度这儿 我们就开始按照 加针的那个方法 先勾一长针 同样三个锁针 在这里边再勾一长针 现在我们就把这儿勾出来了 看出来了吧 这儿完了 中间这儿呢 就是按照三个锁针跟短针 进行给它连接的 这样进行给它连接的 这个右边跟左边是一样的啊 咱们就以一边为例 当我们再勾下一圈的时候呢 这儿跟第一圈的勾法就一样了啊 只是这儿 当然我再告诉大家怎么勾 在这里边 同样还是按九个长针进行勾 现在我们这九个长针勾好以后呢 直接跟这个三个锁针这儿 以短针相连 勾一个短针 这时候再勾三个锁针 再上这个短三个里边 再以短针相连 再勾三个锁针 再相连 这时候我们就来到这个第二个 这个扇形这个起始点这儿 这时候我们再勾九个长针 你看刚开始我们这儿连的是三个 现在连完以后这儿就变成两个 下一圈呢我们同样以这儿跟这儿相连就变成一个了啊 现在我们这圈勾好了 你就看出来了 第一圈扇形在这儿啊 第二个扇形的终点这个起点是在这儿啊 看出来了吧 这边是一样的啊 我给大家撑开一下看看 看出来了吗 扇形每个扇形都是重复性的动作啊 我们主要告诉大家连接点这儿怎么连过去 你看织完以后这儿不就剩两个这个三个锁针了吗 这时候我们再一连它不就剩一个了吗 你看这儿连完以后就剩一个了 看见了吧 这个时候我们又来到了这个第二个扇形这个起始点了 就剩一个了这儿啊 那么这一个呢 哎呦呵 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下一圈 最后 就相当于这个 第三圈的这个扇形的这个终点这儿啊 这个这个角这儿啊 我们现在先把这圈织完了啊 我们这一圈啊 这个扇形的第四圈的时候 你看到这儿啊 它就有点缺口似的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再跟它这儿啊 连接一下 这样 直接就勾到下一个这个扇形的这个第四行这儿啊 你看我们这点的这个衔接点就过来了 看出来了吧 这儿就等于是你看 三个洞 完了变成两个 这变成一个了啊 就第四圈这儿啊 直接勾完第一个扇形就勾第二个扇形了啊 我们现在这个扇形的第四行也勾完了啊 这个时候又该开始勾这个 这儿得加一个 这儿加一个 完了呢 这点加一个 还是按照这个进行加针啊 那么我们同样边上这个呢 还是在这个边上这花形的这点进行加出来 加完以后呢 跟这个中间这点第二个 这儿还勾一个短针连接 再勾三个锁针 中间隔四个 看 现在我们这已经三个这个连接点已经过去了啊 中间都是三个锁针 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中间这儿啊 在这两个角这儿好 再勾我们下一个扇形的第一行 这不就加出一个吗 这儿是一个 这儿是一个 同样 跟着第一个是连接点 用短针连接 中间是锁针连过去 锁针都是三个锁针啊 连到中间这点了 同样在这个 中间这花形的边上这儿 再加出一个来 看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已经变成三个了 看出来了吧 这第一次是一个 第二次是两个 第三次就是三个 就这样织 以此类推 一直往上织 你想多大 知多大啊 完了 知道最后以后 知道第四行的时候 现在我们这个扇形的四圈都勾好了啊 其实大家你就看出来了 我们勾完第四圈的时候 它就自然形成这个花边了啊 如果你不勾花边 其实也可以 你要想勾一花边呢 你就再勾一圈狗牙边啊 也行 这个狗牙边呢 实际上就是锁针跟短针组成的啊 这个狗牙边呢 就是勾三个锁针 在同一个针目里头 再勾一短针啊 这就形成一个小的 这个小狗牙了 你要是想这个 不是连着的 中间你就空两个 然后再勾一个三个锁针 在同样的针目里再穿进去 它不就出来了吗 勾不勾都无所谓 我觉得其实你看它这自带边 弄平了以后也挺好看的 这个就无限的放大 我就不再勾了啊 就是这个呢 第一个我觉得是马海毛 还是效果比较好 再有一个呢 就是那种断染线 支出的效果也不错啊 我这个拿白线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啊 非常简单的一款 谢谢大家